被富婆倒追八年遭那烟狂热表白 在春晚异曲成名的蔡国庆经历风雨才迎来了事业巅峰 然而却因奶油小生这个称号遭到了无数人的侮辱 甚至让她对自身都产生了怀疑 那段时间巨大的压力让蔡国庆都不敢出门 几经风雨后蔡国庆才重新振作成为人人羡慕的大明星 而这辉煌的背后却是无尽的心酸 因为蔡国庆出生在艺术世家 再加上蔡国庆是家中的长子 所以在艺术上对蔡国庆的要求很高 虽然那个时候的蔡国庆也喜欢音乐 但是学的不只是一项 唱歌弹琴跳舞乐器都要学 所以对蔡国庆来说 她的童年是没有美好的 不过这些付出也并不是没有回报 表现优异的她在七岁就登上了舞台 并且还为很多电台录制过歌曲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小孩优秀得很 蔡国庆一直按照父亲所期望的路线学习 日复一日也让蔡国庆对学习各种东西不再抵制 长大后的蔡国庆不但五官越来越精致 就连歌声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从那以后 她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梦想 登上更大的舞台 表演给更多的人 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 蔡国庆参加了央视举办的清歌赛 在这个舞台上蔡国庆大放异彩 虽说只拿了个二等奖 但是凭着她俊朗的外貌 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春晚都注意到了她 在第二年的时候 她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春晚 一曲曲远方 让她一夜成名 从那以后 蔡国庆的事业逐步步入巅峰 在唱歌这方面 虽不能说无人能及 但是却是屈指可数了 再加上她的长相清秀 在当时收获不少的少女心 成为了那个时代 女人心中的白马王子 就连当时的天后纳英 都对蔡国庆一见倾心 众所周知 纳英是黑龙江人 那性格大大咧咧的 所以当时她看见 蔡国庆第一眼的时候 就直接说 要不咱俩试试吧 可那个时候的蔡国庆 一心只想搞事业 就拒绝了纳英的表白 然而纳英还是死成烂打 逼得蔡国庆说 不喜欢她喜欢她的姐姐 这纳英才就此收手 连天后纳英都沦陷了 足以见得 蔡国庆年轻时候 是多迷人了 可还有句老话说的好 凡事都有利有弊 蔡国庆因为这个长相 被人喜欢 也因为这个长相 被人讨厌 那个时候 所有女生 都被蔡国庆的颜值 吸引 可媒体却给蔡国庆 抠上了奶油小声的帽子 舆论将这个风头正经的 年轻歌手 瞬间推入谷底 这个词不管在哪个年代 都不是邦一词 因为有着奶油小声的称号 蔡国庆遭到了很多人的侮辱 说她得不配位 甚至就连她自己 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开始反复的 看着自己唱歌的视频 思考着 难道我真的只有外貌 没有才华 在那段时间 蔡国庆门都不敢出 她怕自己一出门就遭到嘲笑 所以她拒绝了演出 只希望时间能冲淡这一切 而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 就是著名节目主持人 何东 很长时间后 她才出来道歉 再加上蔡国庆家人的鼓励 她才从阴影中走出来 那一刻的她 才算是涅槃重来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蔡国庆 才在歌坛站稳脚步 相比于蔡国庆这得当起伏的一生 蔡国庆的弟弟蔡君的人生 在我看来才是幸福的 她没有继承蔡爸爸的完美嗓音 所以小的时候 她并没有跟哥哥一样 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也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问题 相反 蔡国庆却要考虑很多东西 比如那个年代是个动荡的年代 所以蔡国庆父母就被打上了反革命标签 父母亲一个被送到牛棚 一个被下放 只留下蔡国庆跟弟弟相依为命 实在没办法了 就把他们送到了乡下奶奶家 而在这期间 蔡国庆就要学习各种东西 还要承担起照顾弟弟的重任 而蔡国庆的弟弟蔡君 虽然没有遗传父母的唱歌基因 但是在画画上她无视自通 从小呢 就喜欢图图画画 父母也不强求她太多 就只给她抱了个画画班 不是俗话说的好吗 上帝给你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 还会给你留一扇窗 这画画就是上帝给蔡君留下的财富 从此发家致富全靠她 在长大后 她从事的工作就是跟画画相关的 所以说蔡君是一位画家呀 颜值才华那是丝毫不输蔡国庆 不过话说回来 蔡国庆那么优秀 弟弟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儿 不但事业上各有各的成就 在家庭上也是十分的美满 蔡国庆呢 从出道后有两段恋情 还有两段跨国恋 第一个呢 是美国的一个女孩 那个时候 蔡国庆的视野已经发展到了国外 在美国演出的时候 蔡国庆遇到了她 那是1994年的一场演出 两人一见倾心 之后整整相恋了五年 那个时候他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当时的蔡国庆还年轻 觉得事业发展最重要 从而放弃了去美国 跟她结婚的机会 这是蔡国庆的初恋 后来当她评价这段感情的时候 她只用了四个字 似水如歌 遗憾是有的 但是从不后悔 第二段呢 是瑞士的姑娘 相爱多年还是分手 这次的原因不是因为事业 因为当时蔡国庆的事业 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而分手的原因是因为异地 异地恋说难也不难 很多人都会因为异地 而导致感情破裂 居少离多导致感情变得疏离 最后只能以分手告终 分手后 很长一段时间 蔡国庆都没有谈恋爱 期间也有人追过她 但是她没有接受 就在我们都觉得 这个美男子会注定孤身的时候 16年爆出了蔡国庆结婚的消息 好家伙 不是谈恋爱 是直接就结婚 2016年 蔡国庆首次公开自己结婚的消息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蔡国庆不仅仅结婚 连孩子都有了 还带着儿子参加了亲子节目 不过蔡国庆把妻子保护得很好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但是从儿子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儿子帅气 母亲自然 也是漂亮的 不过指中就是包不住火 网友偶然间拍到了 蔡国庆妻子的照片 高挑的个子精致的五官 跟蔡国庆站一起 是郎才女貌的 经过网友的深度了解之后 我们才得知 蔡国庆的妻子叫做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茶馆 典型的名门闺秀 据知情人爆料 蔡国庆主动追求的人家 还追了好几年才追到 长得这么漂亮 还这么有才 难怪不公开 如今的蔡国庆是爱情誓言双丰收 然而蔡君一家人也是幸幸福福的 在一档节目中 蔡君跟着哥哥一起亮相 旁边还有她的老婆 蔡君娶了一位俄罗斯的姑娘 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肤白貌美的 典型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在婚后她为蔡君生下了 两个婚学小宝贝 一家人幸福程度 不亚于蔡国庆一家 而且蔡君老婆的背景 毛死还是很牛的 家里条件好得不得了 实在是令人羡慕得很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歌手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